今年暑假,杨泽可谓是罢评了暑气档的剧《天机之白蛇传说》一播放,很多人都被杨泽和任嘉伦的演技折服了,剧情呼台词都很给力,任嘉伦也是凭实力演艺宠妻,但在《天机之白蛇传说》被下架后,还没等网友疗伤恢复,杨泽和邓伦演的《香蜜纯纯》进入双甜蜜上线了,虽然都是甜蜜的场景,也都爱的表演, 但是许凤和许轩的恋爱方式,确实有很大的不同,许轩是宠妻,许凤则是霸道护妻,那宠妻和护妻到底有什么区别呢?这就是需要许凤多学习的地方了 场景一,当媳妇不想学习时,许凤是这么回答的,许凤让小葡萄背诵心法,小葡萄一脸惊吓的表情,然后撒娇说,我能不能不背了? 或者学习其他的东西?许凤是一脸傲娇的拒绝了小葡萄,不能 许轩的回答,白搖搖第一次学东西,而且学一会就失去兴趣不想学了,但又不好意思直接说不学,就和许轩撒娇说,继续学其他的 许轩则是一脸宠溺的答应了,简直是没有下线的宠 场景二,对待受伤的媳妇,许凤的做法,许凤给务实了朱雀丹的小葡萄疗伤 疗伤后,明明很担心,却还是不忘顺制一番,为了三百年的灵力,就差点把小命丢了 还说了愚蠢的二字,天啦嚕,许凤你不知道,这回的小葡萄需要的是二位吗? 许轩的表达,说得上是教科书式的宠妻了,疗伤之后,还坚持陪媳妇直到睡着的那一刻 心话了,有目有 场景三,收到媳妇礼物时,许凤吧,当小葡萄花心思送送黄花给许凤时,原以为许凤会很喜欢的 但是谁能想到,高傲的许凤淡淡的说,谈不上喜欢不喜欢,真的是白费了小葡萄的心思了 许轩把,白瑶瑶送给许轩一束桃花,并且问她喜欢吗,天哪,看着都脸红心跳的 许轩同学的眼神太撩人了,明明看的是花,却感觉许轩看的是人 场景四,想要送礼物给媳妇,许凤,想要展示一下自己的威武霸气,让小葡萄欠赏自己的战利品 并且自以为小葡萄很喜欢还故咒大方的要送她 许轩,许轩是选择自家媳妇喜欢的东西送,投其所好 如果把许轩和许凤放在现代,这就是暖男和霸道总裁了吧 其实,在冲媳妇这条路上,觉得,还是要综合一下,既要有霸道的一面,也要有暖心的一面 这样追击之路,才不会那么坎坷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